其實這個球隊從他們來到戰鬥的時間其實是非常短 那包含一些選秀的球員也是到這一兩個禮拜才確定 只是我們整合的時間其實是非常轉戰的 那我覺得以今天的這場球賽 我對於球員的精神跟態度是非常滿意的 我覺得只要盡力去打好每一場球 那對於教練而言給的分數一定都是滿分 因為我們剛就是很多像選秀的這個新人剛到 所以我們的這個整體的默契啊什麼的都還要在加強這樣 那我自己的話我就是能掌控一些 就是例如我可以拼命的防守 然後拼命的去做好進攻 然後分球這樣 其實在彰化的籃球來說的話 基本上從我以前的印象應該是沙漠啦 那我覺得彰化伯利利這支球隊如果彰化沙根的話 我覺得會對彰化的一些指定會讓他們更有籃球夢想 然後會想要去往這方面去發展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他們帶來的是很多的一些對籃球夢想的孩子一些希望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不管穿著哪一隊的球衣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球員 那先不管辦職業或職業自己的職業本身就是一個運動員 那我覺得就是做好一個運動員 該有的角色那如果真的來到彰化的話 彰化的小朋友或是一些家庭 然後看到我們很拼 然後所有態度都是正確的話 他們也會放心的讓小朋友來從事籃球這項運動 能為自己的家鄉打球我覺得是一件予有榮源的事情 我覺得至少我在這個地方成長 然後最後面選擇我的球隊也是彰化 會讓我有一種情懷吧 蠻開心的這樣子 其實彰化現在就是越來越多心力投入在籃球這個方面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情 然後希望我這樣子的行為可以帶動未來彰化的小朋友 就是朝這個路去發展 然後留在彰化這個地方 為彰化效力 為彰化效力 為彰化效力